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2年的春天 这一幕发生在印度马哈拉士特拉堡 但这只是印度女性最平常的一幕 在印度还有这样一个球体 虽说是冰清雨节未经适时的少女 但在她们的脸上 却找不出一丝和快乐有关的表情 这些女孩被统称为圣女 看上去是一个圣洁干净的词 但是在印度 这个词的外表却不满肮脏与误会 印度宗教文化相当繁盛 随宗教产生的圣女 也已经存在上千年 外界说起来都会觉得圣女受到供奉 端坐高台识人敬仰 他们也是穷苦人民的一种 新生信仰和寄托 实际上 就连印度当地人 背地里都瞧不起圣女 他们表面上对圣女尊敬 对圣女虔诚的跪拜 说出自己的所求所愿 可是背后 圣女从庙堂中走出来 这些曾经会复在圣女脚下的人 对圣女充满了不屑 为什么 圣女们肯定想问为什么 印度的种性制度十分严格 我们都知道 但圣女制度则是要用残忍来形容 在印度 每年都会举办一个特殊的节日 就是为了选拔圣女 家里有未满15岁的少女 都可以送到寺庙参加圣拔 圣拔的过程十分严格 要求女童身体完整 不能有任何伤痕 样貌上要端正 即使出身平寒 也要举止得宜 选择后 这些女童就要离开自己的父母 来到寺庙 在进入寺庙之前 他们要进行认真的洗礼 穿上一辈子可能都没穿过的漂亮衣裳 这才是他们一生黑暗的开始 玛拉家庭贫困 父母都没有主要的收入来源 只能听从神的安排 将还未发育完全地她送到寺庙中 刚开始 玛拉还不明白圣女是什么 就被安排穿上了华丽的衣服 懵懵懂懂地被抬进了寺庙 当她接受了第一位僧侣 为她带来的洗礼以后 她才知道 圣女究竟需要做什么 但她无法改变命运 寺庙的僧女们 在结亲的那天 就付了她父母一笔钱 她已经被父母卖给寺庙了 就这样 玛拉在她的小单间里 几乎服饰了寺庙里所有的僧侣 每次僧侣们光临前 都会给她一点赏钱 她就这样 靠着微薄的收入 屈辱地活着 这年后 玛拉被放回家中 但她的身体 依然属于这座寺庙的僧侣们 她这辈子都不可以 与其他男人结婚 即使在家中 也经常要被僧侣们传唤 而且要随传随到 以满足他们 迫起的僧侣需求 这个用处 将圣女换做另一个称呼 就一目了然了 这个称呼是妙计 她们在成为圣女的那一天 就代表她们已经嫁给神明 此后一生不能嫁人 圣女嫁给神明 而神明显然不能亲自来东方 那么代替神明进行这一步骤的 就是寺庙中的僧侣 僧侣们认为 和神的女人发生关系 就能更接近神 能更好地聆听神谕 僧侣们的一生 都会被支持僧侣侵犯 玩弄 她们不能拒绝僧侣的要求 僧侣让她们服务哪些人 她们都要照做 还有一些圣女 她们的母亲对神娶了愿 生下一个漂亮的女儿后 将她献给印度的大神梵天 就成了圣女 然后 她们的母亲就要在街市上 找一个房间 挂上彩色的帘子 这个房间任何人都可以进入 只需要付出一笔赏钱 就可以跟圣女发生关系 这样的行为 跟娼妓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 所以这些人 又有了另外一个名字 梵天之娼 以神之名做娼妓之事 为这些污秽阴暗的事情 披上神的外衣 这样的陋习便延续了千年 甚至到现在 印度政府明令禁止 可依旧有地方事情 为什么 因为这样的圣女存在 印度人要进行这样的事情 成本太低了 欲望可以得到四亿的释放 他们正在经受的苦难 可以自欺其人的得到一些抚平 他们始终相信 会有神来拯救他们 圣女说不定在他们心里 就是一种补偿 对圣女来说 他们从成为圣女的时候 就被告知 这时候全心全意的侍奉神 将身心都献给神 那么下辈子 就可以成为人上人 可以过上好日子 不必受人欺凌 这辈子太苦了 想想下辈子 但会觉得这辈子还能熬 并且 有些圣女是很甘愿做这些的 因为他们出自贫苦家庭 家里的生计都成问题 成为圣女 他们的家庭 每个月都可以得到一笔钱 来维持生计 这种为家庭献身的冻结 也支撑着他们 然而 圣女的日子过得实在不好 没有安全措施 随意被人侵犯 结果就导致 他们中的很多人患上艾滋病 另外 还有很多圣女怀孕 可是孩子的父亲 却不知道是谁 圣女生下的孩子地位极低 如果是男孩 她也不能总是什么正经的工作 被所有人瞧不起 如果生下女孩 那这个女孩生下来 就是下一任圣女 他们被养在寺庙里 从小学习的 都是怎么去服侍 讨好男人 然而当圣女联老后 他们只有一条路可走 就是成为娼妓 圣女一样后 就会被无情地驱逐出寺庙 原而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连老色衰 疾病缠身 而且他们依旧不能嫁人 也没有人会想娶他们 即使圣女偶尔回到寺庙 去教下一任圣女 如何服侍 娶悦男人 其他的时候 就只能在大街上等待杰克 以此获得微薄的因权 好控他们挣扎活下去 印度对女子的歧视 简直令人心惊 圣女可怜 却不会是最可怜的 在印度 骂人最狠的话时 愿你生个女儿 新生儿的爸爸 如果联手一和在张海 即联手空空之一 就表示生了个女儿 更有甚者 在拉加斯坦邦 生女儿的仪式之一 就是要砸个瓦罐 表示倒霉 有点像中国古代 所谓的弄瓦之戏 因为滥杀女云之风盛行 导致许多乡村和城镇里 都缺少新娘 因而印度出现了一种 局部的社会变异现象 租妻 在古杰拉特邦等一些地方 租老婆的生意子很红火 每月和1800元人民币 就可以租到 还可以进场换 一些一贫如洗的印度老公们 也非常想要租妻计划 把妻子出租 给相对富裕的男士 换取每月 最高可达100英镑的租金 比租妻更过分的是 出售女孩的出业 对出生在贝迪亚州的女孩来说 成为妓女 是一个通向迟年的仪式 普通的就像印度社会 其他种族的女孩一样 出业是珍贵的商品 因此在这里路过的中年商人 都愿意为她付出高价 正常的收费只是100卢比 单出女士价高者得 叫价可以超过2万卢比 如果她长得特别漂亮的话 族人会希望可以卖到4万卢比 出的几只高价的客人 可以拥有该女孩 直至自己厌倦为止 这可以是数小时 数天 甚至数星期 由于保留出售猪叶权 得来的钱 被视为是不及的 这些钱会被用来 举办豪华派对 满首饰给她和她的亲人 山羊被宰杀 酒任饮 唱歌跳舞 向神献上祭品 女孩一旦失去真操 就不能结婚 选择已经做出 整个族群为此而庆祝 这是她的不婚宴 而被买下的女子 不见害怕与悲伤 反而信誓旦旦地说道 这是我的选择 她深圳的男人 长什么样不重要 她说 哪一个出嫁最高 我就跟她走 因为 这样我就不用做家务了 印度妇女的一生中 要经历许多仪式 因为印度的人们 非常相信神灵 和一些超自然的力量 在印度 切尔克汉邦的 一个片尾村落 曼格里流浪狗 泄露举行婚礼 她说 村里人对我说 很多像我一样的女孩 都举行这种婚礼 婚礼帮助她们 摆脱恶运 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 虚足邪恶之后 我就可以自由恋爱 嫁给我喜欢的男人 在这里有个这样的习俗 如果有的女孩 出生在占星树 所谓不极致 不祥之事 可能天生带有邪恶的灵魂 会以她未来丈夫 带来恶运 这样的女孩 被叫做曼格里卡 这些女孩的第一次婚姻 要给一棵树 或者一只动物 大部分是狗 作为一种部落仪式 实在抵御厄运 曼格里被认为 会给部落带给厄运 于是乡村元老 紧急举办这场婚礼 曼格里的父亲 竟然同意 并找一只流浪狗 配自己的女儿 曼格里没上过学 她表示 自己并不愿意 嫁给一条狗 但同时也坚信 这场婚礼 能够改变她的命运 曼格里虽然不情愿 但也只能选择接受 因为她相信 这场婚礼 能够确保 未来的人丈夫长寿 在整婚当天 流浪狗虚虽 看起来相当枉然 随后她被涂上 红色染料 在村长 与众村民的见证下 完成婚礼 对于这门婚事 少女的母亲 深信女儿的命运不好 直说 这是唯一能让她 摆脱厄运的方法 也认为 魔咒会因此而消失 为了未来的丈夫 这些女孩 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比起与狗结婚 更可怕的 还有缩提 也就是丈夫死后 妻子要全身盛装 自焚寻脏 类似这种陋戏 还有很多很多 简直难以想象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在印度教育经典 奥义书中有强调 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 而且女性 一定要顺从男人 女性地位 极端低下的认知 深深一刻 在印度男人心中 同婚 换婚 群婚 租婚 等不符合人类的事情 在印度时有发生 印度女性 从出生到成年 要经历正多磨难 印度女性出生 有被逆死的威胁 就算长大成人 在境内 也有相当高的 机率被抢奸 很多家庭 对待女性的方式 就是在她们 不听话的时候 破硫酸 在印度这个国度 只要是有关于 女性的事件 总会突破人们的想象 值得庆幸的是 现在印度每年 都有大规模 女子反歧视有性 众多善性人士 竭信一切 帮助同婚 处纪 等女性受害者 印度的女性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不伪装 在信仰 等级 精简的幌子之下 真正迎来 崛起的明天 本期节目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群里之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